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據菲律賓政府說,菲律賓星期六受到颱風百合吹襲之後 大規模救災工作算在進行,颱風造成最少13人喪生 當過的星期日說,軍隊和非軍方救援人員 在有200多萬人口生產度米的中部呂宋平原清除被吹倒的樹木 並且切快恢復電力供應 颱風百合星期五半夜在菲律賓東部沿海登陸 星期日進入東中國海,東部沿海村莊幾千人在颱風登陸之前設立 同時,菲律賓國家氣象局再次發布東部沿海天氣預警說 熱帶風暴偽拍可能在星期一進入菲律賓海域 不過預報說,如果熱帶風暴沒有偏離目前的走向 可能從菲律賓群島的北部經過 有時,約五百歲 極氏島的廣泉